三个动作可以改善紧绷的大腿后侧 肌肉紧绷会导致关节活动度受限 在肌肉紧绷加上关节活动度受限的状态下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动上会遇到困难 以及导致肌肉带长而其他的部位酸痛之外 更多时候拉伤发生在一瞬间 由于没有足够的肌肉柔韧度 也就是肌肉僵硬 关节也无法有太大的活动角度 长长这样就拉伤了 你的大腿后侧是不是无论如何伸展都没有什么改善呢 要改善肌肉柔韧度 首先我们必须长长伸展 你可以每天五分钟的伸展 两分钟也可以 又或者一周三到四次的伸展 而不是一次做半小时的伸展就能够改善 这个影片我将提供三个不一样的伸展动作 其中一个是很多人都忽略都不会做的方式 我鼓励你把三个动作都看完 并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嗨 我是 Gladys 我的频道有运动训练 舒缓疼痛以及强化膝盖 也欢迎你追踪我的IG 我的IG有比较多的训练短片 以及比较生活化的现实动态 欢迎你在IG私讯我和我说哈喽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鼓励你为自己做一下记录 也就是把自己的之前之后照都拍下来 那现在要来拍之前的照片 怎么做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动作是前弯 那你的拍照的角度必须能够看到你的脚长到你的头部 姿势怎么做 双脚站 臀部的外侧 要这么宽 然后侧对镜头 然后做前弯的动作 你的双手慢慢的顺着大腿来到膝盖 然后重点是这个 你必须要把你的臀部往后推 维持脊椎的直线 如果你发现自己驼背 然后试着把身体往下 但都下不去 加上你是驼背的 那这个动作就不是很正确 我们先试一试 将你的臀部往后翘 髋关节往后翘 也就是髋关节前傾 然后顺着你的手放在大腿 顺着大腿 如果你发现到了这里 你在往下的时候就开始驼背 那也就是说你必须停在这里 然后拍一张照 拍好了之前照 我们来看能够改善紧绷大腿后侧的第一个动作 动作一大象走路 在这个动作有非常多的选项 我将从腿后侧最紧绷的选项开始 再给予其他比较进阶的选项 如果你的大腿后侧很紧绷 你必须要有一张椅子 我们先从椅子开始 做动作的时候呢 身体站直 膝盖要伸直 然后将你的骨盆做前傾的动作 骨盆是一个关节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 将你的两只手放在宽骨这里 想象你的手是握着一个大碗弓 大碗弓里面有水 那你将水往前倒出去 那你扶着你的握着两个宽骨 然后将你的水往前倒 这是骨盆前傾的动作 但通常我也会把它叫成翘臀的动作 可能大家会比较听得懂 所以翘臀或者骨盆前傾 双手扶着 然后维持在这里 注意很重要的点是 你的下背必须伸直 如果你发现你的背 一开始就脱背了 那你要重新的做调整 翘臀 然后把背挺直 维持在这里 当你有了这个动作之后 我们的双脚膝盖弯曲 然后把一只脚伸直 推直 双脚弯曲 然后换脚伸直 全程你的胸口要推向地板 曲 伸直 特别是伸直的时候 很多朋友因为腿后侧很紧 他会想要离开 然后身体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动作 这是不正确哦 尽量让身体能够维持在这里 然后推直 你应该感觉到腿后侧这里紧紧的 很紧绷 OK 好 这个动作做三十次 左脚算一次 换脚算第二次 做三十次 当你的腿后侧的柔软度有进步了 那你可以把高度降低 然后把高度降低变成这个椅子的座椅 屈膝 然后来完成一样的动作 屈 伸直 因为高度降低了 你的胸口会更靠近地板 或者你也可以往大腿去靠近 注意你的下背有没有伸直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拍下影片 或者侧对着镜子来检查自己的身体动作 这个高度OK之后 我们用地板 你的双手跟双脚距离可以远一点 像一个下犬式 同样做膝盖弯曲 然后推直 屈膝 推直 如果你的脚跟没有办法一直贴在地板 你可以将脚跟抬离开 然后单脚推直的时候 脚跟放下 同时将胸口推向膝盖 尽可能地维持在这个动作 屈 然后推直 同样的要避免 推直的时候 身体跑去前面了 或者是往前推 胸口 一直推向膝盖 慢慢地你可以将距离缩短 手跟靠近脚尖 屈 直 再靠近 屈 直 这一次鼻子更靠近膝盖 大象走路这个动作 让我们用徒手的方式 就能够伸展大腿后侧 在我继续之前 我要特别感谢 林丽文 Cooking Compo捐赠的超级感谢 如果你也想要支持以及捐赠 欢迎点下超级感谢按钮 谢谢你的支持 让我有能力制作更多影片来改善你的健康 要改善紧紧绷的腿后侧 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 L坐姿 抬腿 坐在椅子上 双手扶在椅子的后面 挺胸 我们用单脚 不只是拔腿 伸直与地板平行 尽可能可以抬高 然后再放下 我们单脚做15次 再换边 注意 整条腿离开椅子 剩下屁股 如果你觉得这个有困难 那你先从你能够伴到的高度 然后慢慢的建立力量 它会越来越高 单脚15次我们再换边 在做的过程 你的肚子要收紧 因为抬腿的动作 是需要用到肚子的力量 以及腰大肌 当然还有我们的骨刺头 都要紧绷来完成这个动作 身体往后倾斜 抬腿 这个姿势是比较轻松的 那要如何进阶呢 接着你可以做直立 身体是形成一个90度 然后抬腿 你也可以把腿抬得久一点 hold久一点 然后再放下 在进阶 我们可以在地板 同样身体坐姿 L字形 然后抬腿 然后你可以做直立 在更进阶 身体可以往前 然后再抬腿 我能够感觉到我的骨刺头好崩 一旦你发现开始拖背 那你需要退阶 完成动作 很多想要改善大腿后侧紧绷的朋友 大多都是徒手 然后做伸展 可能就停留一分钟 然后维持在这里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成效好像没有很好 特别是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或者你已经僵硬了好几十年都没有改善 那该怎么办 很多人都不知道要这样做 第三点 利用重量做前弯 重量可以是哑铃 钢片 弧铃 任何的重量都可以 为什么要用重量呢 如果我们只是用身体的重量 也就是一开始拍照的姿势 身体的重量加上地心领力 就只有这样子 无论你再怎么样去伸展 它还是停留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使用了重量 一开始用个三公斤下去 然后你觉得我还想要再挑战 你可以用五公斤 更重更重 手上的重量 再加上地心领力 它可以把你往下带 但记得安全第一 别让身体去做太大负担的重量 我们从初阶开始 一张椅子是为了你可以支撑 让你腰的收力可以少一点 但最好的是 你的腰有那个力气 你的核心有那个力气 去支撑这个重量 这是最理想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你可以手支撑 然后单手拿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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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同样的动作 骨盆前颈 然后把你的手直直的往下 不用往前不用往后 就让它垂直往下带 然后让你的胸口更靠近地板 膝盖伸直停留在这里 然后观察你的腰下背有没有拱起来 那或许你需要上来一点 OK 去找自己的极限 然后停留在这边 停留在这边90秒 然后我们换手 你可以松一松你的腰 松一松你的大腿 然后换手再做一遍90秒 再进阶一点 就是不用椅子 我们用身体就可以了 双手拿着重量 肚子内收 把背挺直停留在这里 感受大腿后侧的伸展 停留90秒 然后站起来 松一松再做一遍 既然我们使用了重量 基本上是没有上限 但记得不要用超过身体 能够负担的 如果三公斤开始感觉 我还能够再更深一点 我需要更重一点 那你可以换一个重量 我这个是八公斤 往下带 维持背后的直线 腿的直线停留在这里 然后让它往下 酸 如果这个动作是因为脚踝活动度受限而无法 那下去的话呢 那你可以用杠片 将脚跟踮高一点点就好 你可以用书本 哑铃杠片都可以 然后做这个姿势 另外你也可以膝盖围弯 但维持下背的直线 来完成这个动作 停留 所以膝盖围弯 最后一个选项 膝盖围弯 然后把腿伸直停留在这里 需要的话手扶着椅子 将三个动作完成之后 我们再重复一遍 一周做两到三次 完成了三个动作之后 先别离开 我们还没结束 我们还要拍之后的照片 所以刚刚你拍之前的照片的姿势 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再拍一次 然后将两张照片做比对 你的之后的照片 手有没有比较深 你的背有没有挺直 请写在底下留言 与我分享哦 若这一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并且你想要支持我 以及这个频道 欢迎点下超级感谢按钮 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让我有能力制作更多的影片 来帮助你 若你不想给予赞助金 也没有关系 欢迎订阅Gladys FitLife频道 以及将这一支影片分享给 腿后侧超级紧绷的朋友 也是支持频道很好的方式哦 也别错过这两部 你有可能喜欢的影片哦 我们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